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秀出什么样的新趋势 那6月9号台积电的股东会 市场各种揣测 到时候公司说了算 不知道是不是董长会出来 或者执行长出来 但重点是各种杂音 我们要当天6月9号 所以未来这一个礼拜很热闹 还有6月8号非凡商业周刊 18岁生日 一路走来跟大家一起来面对市场的挑战 今天的台股表现比较沉稳一些了 早盘一度来到9371点 但随后压低到9272点 这个白点的区间 但索性跌市有些收链 然后尾盘一度想要翻红 中场是跌8点 9340点做收 成交量有1100亿 今天比较特别是在盘中 寒线的金管会有发出了报告出来说 其实台股的确 这一周的跌市 跟我们涨跌幅限制的一个放宽 没有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措施 但是几档重要的指标股 都是投资朋友 瞩目聚焦的一个所在 待会好好跟三位来宾做研究 先欢迎的是我们的电头市场专家 周书生 周先生你好 明杰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带有哪些重点 跟大家做个预告 好的 我想首先的话 我们当然会针对外资 这个礼拜启动卖压 跟各位做详细的一个探讨 另外因为这个6月份 是所谓的季底作战的一个月份 所以我们把投信作战股的部分 也会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接下来的话 在这一种整理格局当中的话 我们发现有一个特色 就是大不如小 旧不如新的一些 新上柜的一个特殊股票 我们会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OK 那前几周 周先生在5月份 就帮我们统计过月去 6月份的台股 就是跌多 涨少 是 OK 另外赶请来换的是 翰伟先生你好 明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有继续四大接空吗 我觉得这部分 当然看起来是有一些担心 因为这个波段外资期货布空 其实不是6月份才布空 5月份就布空了 问题是在于说 它现货市场开始 有转卖的一个迹象 所以我们这边 还是要提防到整个外资 会不会有持续到货的一个迹象 那今天节目中 会跟大家去解读一下 到底外资为了什么原因 做这么样空的一个布局 我觉得这个很对于 整个6月份的行情 会成为一个很关键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 OK 那外资法人研究专家 我们欢迎的是 超人先生你好 明娟 各位观众大家好 OK 那超人先生过去 也一直擅长研究 就是所谓的城市交易 或者是法人的机械交易 然后跟人为交易 做一些比较 是吗 这一波 包括昨天这样的一个跌势 有引发他们所谓的机械式的交易 或者是城市交易的引爆下跌吗 好 这样来讲好了 不管是机械式 或者是说一些比较自制性 程序性的交易的一个状况 那么最重要的是说 基本上因为本身来讲 这就跟平均线 或是你用任何一个基础指标 作为一个基准 当它可能破线 或者是到达一个条件之后 当然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法人单 会来这个时间点 做一些停力 或者是停损的动作 但是基本上来讲 这也就是今天 我们会在技术面部分 就比较中长期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真正的盘式才出现一个危机 那么可能某些时间 一天的一个涨跌 是短期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会融入所谓 刚刚明娟所提到的程序也好 或机械性的一个交易也好 跟技术面整个的一个整合 好 所以超人大哥 今天会带我们从一个 比较中长线的角度 看回到现在 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 OK 这个大家都在找 这样的一个答案 那今天呢 金管会罕见的动作在盘中 我们来看看 今天整个盘式的一个表现 知道它会跌 可是没有想到跌这么深 一早又看到耗子里大盘 一片绿油油 小股民当然很紧张 前一天重挫200多点 新处盘中也一度下跌 超过70点 大盘指数跌到9272点 比去年底的收盘价9307点都还要低 等于2015年以来台股的涨幅到今天已经全部吐光 拳头太小 没有办法跟它玩这个长期的 短一点就足了 你现在当冲数量比之前多多少 比之前大概会多过两三成左右 有股民不会言 全职股玩不过外资 干脆改变策略 当冲中小型股 转换到数字上 台股当冲的单日交易金额 已经从上周开放之前的81亿 扩大到156亿元 金额整整翻倍 交易的户数甚至多了1.5倍 但是上冲下息 随着台股涨跌放宽 波动加剧 不止外资看空 自营商4号更单日大卖超过50.54亿元 是2004年5月长达11年以来新高量 自营商避险的部分 它是比较被动式的 等于说只要它的筹码稳定下来的话 它也有可能有反向的进来做买潮 9200点这边是一个整数的关卡 那投资人要去留意一下 这边会不会有 因为昨天已经看到 关股的捐商开始做买进动作 那可能就是说 可能外资的筹码压力 会不会有国内的内置来做一个承接 所以说前一天 财政部否认 政府基金需要进场护盘 但观察八大关股券商出手就是积极 连五买和近买超超过107亿 而台股五盘之后 股王大力光出现强劲反弹 但大盘指数依旧一度跌破 9325点年限关卡 不过就在这时 金管会最新发出新闻稿 说明放宽股市涨跌幅到10%上路以来 台股会下挫 金管会表示 放宽的涨跌幅是与国际接轨 是中性错失 台股的下跌 是因为部分投资人 对于未来总体经济看法保守 但也发现到有投资人风低承接 罕见在盘中就发出新闻稿 金管会动作 也让外界充满想象空间 这也就问君良台北报道 好 外资卖了99.32亿 投信卖自营的自行买卖超的部分 是卖了15.43亿 再次跟大家强调 大家可能看到自营另外一个数字 因为他们是有全证交易的一个关系 所以不是他们自行买卖 他们的一些避险套利的等等 为了他们的全证交易 然后外资在期货盘的部分 空单4420亿口 稍微下降了 我想首先我们来看的是 刚刚明就有提到6月份 以往的统计分析来看 6月份的话 不论是过去的16年或是10年 它下跌的几率都将近有7成左右 上涨只有3成 如果遇到了总统大选的话 它会表现得好一点 请导播打出我带来的第一张表 第一张表是总统大选前一年 过去16年当中有4次 6月份的指数的变化 我们发现4次里面 它6月份是上涨了有3次 下跌只有1次 下跌的那一次最主要是 位阶相对的比较高 当时它是在8988 将近所谓的9000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那一年的6月份 它是跌了3.7% 我们看这一次 今年的5月底收盘 指数大概在97001点这个地方 位阶的部分相对的也是比较高 所以说我们发现 其实今年的6月份 它要大涨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说曾经有提到说 如果它能够往回做修正的话 相对的会比较好 经过了这一周 我们发现台股的一个部分 是呈现往下做修正 而且一次跌破半年线 甚至于达到年线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就把上次的一个图表 跟各位的说明一下 就是万点攻防站里面 我曾经提到 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 它是上了万点一路往上走 但是第一次跟第四次 就是民国78年跟89年 它是上了万点 往下做修正 跌破半年线之后 再做一个弹生 那这一次的话 我们发现这张图里面 是在78年 当时也是在万点 大概上了几天 它就往上修正 那一路跌破了 半年线8226点 才做一个V型的一个反弹 那再上万点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看的是第二张图 就是民国89年那一次 它也是先上了万点几天之后 往上做修正 而且幅度也很重 跌破半年线8475点 最低来到8250点 然后再做一个扬升 那所以说 每一次万点攻防站里面 碰了万点之后 再回档再上万点的有两次 那这一次是第五次 那我们从K线图上来看 这一次我们发现 它也是上了万点之后 往上做一个修正 最近开始走这个速度 那也是跌破了半年线 甚至于在年线 也稍微跌破了一下下 其实我们必须从 指数的位阶来看 因为今年距离总统大选 大概还剩下7个月的时间 6月份回档做修正 其实相较于未来 在12月份才做修正的话 是好了许多 因为回档之后 把那个弹跳的空间 拉伸出来 那在场外的资金 才有机会做一个介入 因为从K线图来看 4月底这一波的一个拉台 几乎是外资全部的买进 大部分的投资人 几乎都没有进场 这里都没有进场 那这一次好不容易下来 而且甚至于跌破年线 跌破年线代表意义说 过去一年来的一个投资人 他都处于亏损的状况 那这个地方会给谁有机会呢 就是场外 一直过去一年来 没有进入的投资人 他会做一个介入 还有就是关股 关股行库 在这个1万点附近 卖了很多股票 可是我们发现在昨天 他买了近16个月来 最大的买超量58亿 那我想如果没有状况的话 今天应该还是持续站在买方 所以说就这个礼拜 这一周来都买 只是昨天买更多 但就是这个礼拜买 对 而且越跌它越买 因为它高档卖了不少 所以这个地方看来的话 似乎台股你说 要做大幅的往下 做一个持续性的重挫 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从多空因素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 外资的这个区块 那前导播 打这个播出 我们那个带来的 这个外资买卖超的 一个周的一个变化图 那这张图里面 这个很清楚 我们发现 上个礼拜 从4月下旬以来 外资连续买了有6周 1500亿 那上次我曾经跟各位投资人提到 它以往只要买超 进了大概将近 回到1400亿左右 这个地方的话 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卖压 那这次到1500亿之后 我们发现 它的柱状图 明显的一个缩小 缩小之后买盘力道不济 所以一直到这个礼拜 终于忍不住 做一个向下杀盘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到昨天 是卖超270亿 如果再加今天的话 大概卖了将近有370亿左右 所以单周这样算不少 对 那其实卖得快 其实是比较好 因为它会缩短整理的时间 那当然投资人 痛苦的时间就会短一点 因为我们从过去 其实卖超的情况来看 这个是卖超 一周是100亿 这一周是140亿 那大部分最长的是曾经有6周 1200亿 不过就目前来看不太会发生 它最可能是大概 进了在700亿到560亿之间 这个大概是1400亿 所以说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礼拜就卖了370亿 所以说如果它真的是在700亿到500亿之间的话 下个礼拜的上半周再杀一阵 可能金额就会达到它的一个解压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下个礼拜上半周再杀一下的话 可能就有机会卖要做一个减轻 买太多要出去就先出去一些 但不是所有的都要出去 对对对 它必须减压因为它买太多了 那这个买下来的 这个控出来的金额当然就是未来一波 要拉升的一个潜在的买盘 那接下来我们的话 外资为什么最近 外资在过去主要买超的一个标的 我们也把它看一下 从520之后到6月4号 买超的一个加速有包括像群状 元大金 鸿海 永峰金 国桥 我们看下一页 还有包括像这个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兆峰金 国泰金 神达 台数宝 连强 再看下一页 历程科 玉山金 智升 神机 敦泰 那这些买超的一个加速里面 我们发现电子股占了有8家 金融股只有6家 那这8家这个电子股里面的话 明显的比金融股多 那买超的6家里面 我们发现本土法人 就是投信在自营商的部分 只要是金融股的这个6家 本土法人全部清一顺占卖方 表示说他并不认同所谓的金融股 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 因为台币贬值的一个效益 慢慢的发酵 所以说有一点点 主客异味的味道出来 主流的一个角色 慢慢有要转换到 电子股族群的一个迹象 只是说目前来讲 还没有那么的快 所以这个趋势可能投资人 要特别留意下 那接下来外资为什么 在这个礼拜做一个大卖 我想跟我们的经济数据表现不好 有明显的一个关系 我们先看景气对策信号的一个趋势 蓝灯 对 而且这个新公布出来 就是5月27号公布出来 我们发现它不仅是蓝灯 而且是达到了这个综合判断分数 只有16分而已 是一个蓝灯的一个状况 是过去一年来表现最差的情形 那如果我们再看它的一个 灯号里面的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发现哪一个表现比较差呢 就是这个海关出口值 它是一个蓝灯 然后呢 制造业的销售指数也是个蓝灯 还有呢 商业营业额也是个蓝灯 所以这个表现比较差的 我们可以归咎出来 应该是跟这个海关出口的一个状况 有密切关系 因为新公布的所谓的 这个4月份的外销订单的状况 是比YOY衰退的这个4% 所以呢 可以知道说 当这个数据出来之后 政府主管机关知道问题出在出口 所以呢 必须引导台币走向贬值一个这条路 让出口的竞争力持续增强 所以说呢 最近这个礼拜 我们从台币的一个走势上来看 这个数据一公布出来之后 我们台币就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 回贬的一个情形 目前来讲 慢慢的有回贬的一个迹象 就是要让这个出口竞争力 这个增强 让台币可以贬值拼出口 排送也曾经来到31 31 对 所以说我想这个情形判断下来的话呢 似乎政府也有注意到这个情形 那下个礼拜还要留意的是 5月营收要公告 5月营收公告呢 这个业绩股还是会表态 不过要看它的位阶 有些个股它的股价在相对的高档 即使公布它的业绩之后呢 我们发现它也是出现整理 并没有办法大涨 所以还要看它的位阶 另外呢 涨跌幅10% 其实对投资人来讲 目前还是属于适应情 那还有呢 放宽限股当充的一个部分呢 这个地方可能呢 是这个问题比较大一点 那待会在这个策略里面 还会跟各位做说明 那还有一个是市场资金部分 其实相当的一个充沛 超额储蓄力有15.5% 这个地方就是银行跟 这个邮局的部分 我们民众存款大概有 将近这个5兆加9兆 叫14兆 所以这个闲钱是相当多 那光股行号也有扩大买超 再加上政府已经有轻盈 但可以实际进场 所以我想 这两个算多 这个钱相当的多 所以投资人不用担心说 这次会连续性的崩盘盘 因为场外资金相当的一个庞大 所以我们发现在外资的卖压 告一个段落之后的话 这个场外资金一进场 可能就会慢慢又出现 所谓正常的轨道 回到正常的轨道去了 OK 因为我们正在写 第五次万点的历史 是的 到底会不会像 第一次跟第四次的轨迹 那就是投资朋友 在这个多空挣扎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是的 OK 谢谢你 那下阶段回来 其实大家说 因为涨跌幅限制放宽了 所以包括我们看 那个外资的期货多单 空单 也不要看得那么严格 不知道怎么来做说明 汉伟贤 下阶段回来 下阶段当然会跟大家讲到 外资这一波不空的原因 我觉得涨跌幅10% 其实不是它当中 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这还是要还给 真主委一个公道 外资并不是因为跌10% 所以在这边做一个 大量不空的一个状况 重点还是在跟国际的部分 有比较大的一个关联 对 那我们要跟主委 还有观众朋友 投资人报告 因为我们明天 只要前涨大会跟大家 检查整个亚洲股市 跟亚洲基金 其实你就会知道 不是只有台股 遭受到这个所谓的磁吸效应 其实呢 今年以来 其实包括东南亚市场 其实表现也都是相对的 比较疲软疲弱一些 当一个大股市 大巨人站在一起 其他我们小个的 只能这样子看看人家 这个也是一种 全球亚洲市场资金的一个表现 但未来这个礼拜 有更大的一个变数 MCI到底会不会把 这个陆股纳进去 A股纳进去 而过去只要呢 MCI磨棒一挥 纳进去的当年呢 该国的国家股市 都有不错的一个涨幅 但是陆股已经涨很多了呢 这些变数都是即将 未来这个礼拜来接招 中东呼吸正后 TUMERS的南韩快速扩散 引发世界卫生组织高度关注 世卫组织宣布 将南韩政府组成 联合任务小组 共同防治疫情 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 通过房地合一税 税率分四级 最高45%的税率 民国105年上路 对于短期炒房客客重税 而财政部估算 明年元旦期实施之后 全年可能有 8495件纳入客税 税收达42.24亿元 行政院主基础 今天公布5月份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年间0.73% 连续5个月下跌 但整体物价温和稳定上升 主因国际油价回升 核心物价小幅上扬 预计物价走势 第三季年增率会止跌转升 记忆体模组大厂 金氏盾对下半年 迪润市场看法保守 预估第三季 迪亚斯颗粒价格 恐怕下滑 10%到15% 冲击迪润厂 南亚科 华雅科股价 联媒下挫 手机晶片大厂 联发科 今天公布5月营收 达153.1亿元 较4月成长1.33% 较去年同期则下滑 20%点息 4、5月营收已达304亿元 而联发科总经理谢清江 日前指出 5、6月需求已经回升 第二季的营收 渴望顺利达标 累计前5月营收为 779.6亿元 较去年同期 仍下滑7.66% 瑞宜手机营运带 下半年智慧手机订单 将正式出货 外资看好瑞宜 拿到苹果新iPhone订单 有助获利的提升 维持优于大盘投资评等 基本面题材 推升今天股价强谈 半导体族群后市遭外资看坏 日系外资预估 联电第三季的营收 仅将计增3%左右 年代下销对联电 2015到2017年的EPS 预估7%到10% 除了将联电的平等 从持有降之列于大盘之外 并将目标价 从14.5元降到13元 和大5月合并营收 创历史单月新高 累计前5月合并营收 也创历史同期新高 法人预估第二季的 合并营收 渴望创历史单季新高纪录 全面进化 日历变频冷气 省电一级能效 MIT台湾制造 采用日本制压缩机 连续26年 理想品牌第一名 连续13年 最高荣誉白金奖 日历变频冷气 销售第一 双钉 盖章 待会要 待会要 多元目标 挑战不一样的自己 现在就加入 国泰人寿 谭润美肌 连紫外线都认输 资生堂 谭润机密 多效胶原美肌乳诞生 拥有谭润力 再晚都美丽 8点到10点 非凡主持现场 台湾房市正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危机 我们网络来自各地的超级英雄 时时刻刻守护您 您的屋况都很不错 您的房地和一项实 你比电脑还厉害 超凡独特 坚持卓越 房市幸福 就交给中信房屋 中信你的打零 谢谢你 这么用心 熬红豆水照顾我 精选万丹红豆 自然食材 先煮 后闷 浓浓红豆香 水当当好气色 万丹红红豆水 苏巴鲁DNA 操控灵敏 傲视同级 连续三年 顶级安全首选 完胜同级 最大乘坐空间 领先同级 节能省油 一级效率 美国消费者报道 同级最佳房车 欧尼Lexie 好 汉尾先一直有自己特殊的私房的一个指标 但是我们也知道 本来这就是只剩下一个法人时代的法人盘 那我们从一些个股昨天的一些变化 都是法人股赚太多拿出来 这个做特惠价在卖 对啊 因为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一波你说外资对台股真的非常的偏爱 今年这样一路买买到万点之商 那你看现在杀下来谁在杀 也是外资在杀 那你想想看 外资买这么多股票 我们之前就有提过嘛 买股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要拿出来卖嘛 所以这个当然会累积到 可怕你以为他要买那么多要干什么 投资人 对啊 所以这个你也不能怪外资 说在这边做一个杀股票的一个动作 因为总体上来看的话 其实刚刚明娟有提到啦 国际股市的部分 目前蔓延着一个非常 我们讲比较不安的一个气氛 不安气氛来自于哪呢 其实你可以如果最近有去追踪 国际股市的状况会发生到 最近利空消息真的多了非常非常的多 多到五根手持都数不完 也代表说其实 我们在这一波下跌的过程里面 一直在拼命找 下跌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外资在这边 要布了两万多口的一个空单 后来我去发现到 其实跟最近国际的一个债市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就过去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我们讲2000年是所谓的网路泡沫嘛 2008年是所谓的房地产的泡沫 那来到今年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担心的是 会不会出现所谓的债市泡沫的一个破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波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到 外资为什么最近这一波 要大幅度的一个布空 其实大家都有注意到 从4月份到现在 全球的债券市场 基本上就是乱了套 我们在讲 债市是过去大家认为说 波动最小的一个商品 但是最近有些投资者 债券投资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投资人发现到 他的债券比股票还会跌 这当然代表说整个一个市场 其实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说 这一波整个债市 它的一个起跌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德国公债的一个暴跌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德国公债从4月份 0.075的一个债券殖利率 飙到礼拜四 曾经接近到0.993 光一个月的时间 债券殖利率从接近0% 飙到快要1% 你知道这个1%是要债券 大概两年的一个涨幅 才有机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幅度 一个月就达到这样子一个 明显的一个升跌的一个状况 但这代表说整个一个债券市场 出了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德国的公债市 殖利率飙升 公债价格下跌 代表它是一个暴跌 而且暴跌的幅度还蛮大的 那你可以发现到 德国公债市 大家认为说 在近期以来最安全的公债 结果你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 出了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代表说整个市场上 会影响到非常多 尤其是以投资银行来看的话 会影响它本身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有人说 德国公债的暴跌 是因为希腊的关系 但我们看到上一张图 你会发现到 这个波段德国上来了 日本反弹上来了 澳洲也拉上来 但是希腊的部分 反而没有什么动道 代表说其实整个希腊的问题 并不是影响这一波国际股市 或国际再次大跌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不过希腊单位数很高 单位数 这个是它的一个 涨跌幅的一个百分点 整体上来看的话 基本上它基本上 这个一个月来看的话 没什么样的一个 大的一个波动 那你会发现到 德国十年期公债的一个大涨 那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看到下一张图的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德国 全又要逃亡了 对 债券价格的大跌 你说债券跌 德国跌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你又不买德国十年期的公债 但是为什么台湾股市会跟着跌 但你发现到 如果你把德国十年期的公债 跟MSCI新市场的指数的一个走势图 两个去比较 你会发现到 当这个债券的价格 直于往上飙高的时候 新市场的价格反而在下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 过去我们在欧债的时候 不是也发现同样的一个现象吗 当这些欧洲的银行 它手上持有的债券部位 大幅度的减损的过程里面 它不会去砍债券 它会去砍它获利的股票的部位 所以发现到 这个值率飙高之后的话 反而看到很多人都开始在砍 新市场的一个股市的一个基金 也代表说其实整个市场 我觉得目前面临到 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是在于说债券的一个暴跌 开始有往外扩散 往外蔓延的一个迹象 所以这里就可以解释到说 你看到债券的一个暴跌 那你就可以回去看 既然有这个因 造成台湾什么样的一个股 造成了外资在奇货市场 开始大幅度的一个步空 那大幅度步空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这边做一个统计表 过去对不起 过去类似这样的状况呢 资金都躲到哪里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股市历史的高